元气同乐会 好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 10点06分 58 59 07分了 那么欢迎大家 继续锁定生活同乐会 第二小时的节目 元气同乐会 我们今天邀请到现场的是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要关心自己的脚 对不对 脚是人的第二心脏 这话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等一下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脚这么重要 我们今天请到现场的是 台中行健骨科诊所的 朱家宏 朱院长 欢迎院长 大家好 那我们是有直播 也有就是有直播 所以有朋友 你看看这边是在Facebook上直播 然后另外呢 在收听收音机 还有在App上收听的朋友都非常多 那我们先告诉大家 就是待会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开放call in 02 23 63 995 我们会开放call in 请大家打电话进来 然后呢 你有什么任何跟脚有关的问题 都可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家 那今天院长会来到现场 主要是因为院长最近出了一本救命的书 叫做自己的脚痛自己救 我发现那个时报出版有自己的什么 什么自己救系列 对不对 我们上个礼拜来的是自己的癌症 自己救 是新光医院的季宽华主任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还有别的自己的什么自己救吗 果然 自己的不管任何病痛都要 所谓自己救 就是你自己 至少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嘛 对不对 我们很多毛病都出自己 对自己的问题不了解 对 所以 大家不要小看脚痛的问题 那脚的问题真的非常非常多 我们刚刚光是在广告的时候 稍微聊一下 随便讲一个 对 天哪 就有很多人就已经在留言的时候 就写到了 就是它是一些错误的剪指甲的方式 所以呢 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些脚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 我先请教一下 约翰 为什么我们说脚是人的第二心脏 它 我们身体的器官这么多 为什么可以把脚的这个位阶提升 重要性提升到这么高 是人的第二心脏 对 因为大家都很重视心脏嘛 对不对 可是大家有学过这个健康教育 就是说 血 我们的心脏会把血打出去 造成血压来灌流整个身体的组织 那我们把血收回来的这个能力 只能靠静脉回流 收集回来 那离这个身体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脚 那如果你的脚有在动的时候 它肌肉收缩 才有办法把这血收回来 这个功能就像心脏一样 对 如果你一直坐着不动 那你像今天就是工作一直坐着不动 打电脑什么的 那你就会发现你的脚都不动 有的人就脚就会肿起来 那你的灌流就会变差 你的血等于是掉在下面回不来 所以我们只有说动我们的脚 让这个脚部的肌肉使用 这血才会收回来 那等于是用个第二颗心脏 把血收回来这个意思 那这样人的这个 这远端的这个循环才会改善 这个就是所谓第二个心脏的意思 因为脚的问题其实真的非常多 而且是从小到大都有 比如说像小朋友 像我儿子现在三岁半 我女儿现在是十二岁半 其实好像都是在处于一个 准备要生长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就会喊脚痛 对不对 那脚痛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是生长痛 可是有的时候又不那么确定 是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那有些人会觉得还好吧 或者可能就是关节疼痛 膝盖痛 风湿痛 其实真的还有非常多 我跟大家讲一下 跟脚相关的一些问题 可能会一直困扰你的 有哪些 有什么 拇指外翻很常见 对不对 非常常见 尤其女生穿高跟鞋最常见 那个严重是要动手术 对不对 有些病人会来接受手术 对 那个很严重 还有脚踝的扭伤 也不是开玩笑的 我小的时候扭伤之后 没有处理好 现在长大到现在四十几岁 我都会习惯性的扭伤那个脚踝 对 你可能已经产生外侧不稳定了 对 所以真的很夸张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当鞋 当鞋我们国语怎么讲 叫做 甲勾炎 对 指甲内秘反 就是你的指甲会往你的肉里面 对 通常都是那个 就是大拇指 对 脚的大拇指 会往下 那真的很痛 痛到你根本没有办法走 会肿起来会发炎 对 那这其实跟什么有关系 跟剪指甲的方式 有非常大的关系 刚刚我们已经有朋友 写了错误的剪指甲方式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另外还有脚麻 脚麻可能有非常多的原因 对不对 对 有这个远端的 有近端的 对 大家应该看徐英立宁的广告 就非常的清楚 是不是 那个小女 糖尿病的 对 这个脚就麻了 神经病病 反正脚麻有很多的原因 对不对 还有足底筋膜炎 很多人都有 部分男女都有 对不对 对 这是最常见的毛病之一 好 糖尿病族 还有扁平族等等 这些其实都只是 我们讲出来 一点点常见的困扰 那所以其实 大家可能对于 脚的一些相关的健康知识 还有一些东西不了解 刚刚我们还有朋友讲说 肌炎 肌炎 肌炎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对 很多这个病人是从皮肤科的诊所 转过来给我们 哇 转到骨科吗 对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肌炎不是皮肤科的问题吗 对 可是有些肌炎不是肌炎 它其实是一个叫做偏脂的东西 就是长硬皮 我们讲用白话一点就长硬皮 那它是因为脚底 这骨头的压力的点错误 以后造成这长硬皮 那你把它当成肌炎 一直在处理这个表面是没有用的 那这个皮肤科医师 他也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把它转来给我们 所以大家长鸡眼的人 要切记 有的时候你的鸡眼 不见的是鸡眼 其实不是你的鸡眼 这句话最近也蛮好用的 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 你的鸡眼不是你的鸡眼 要去看骨科 有的状况是这样 对 要看竹崴科 好 所以我们就来讲 破解一些关于脚痛常见的迷思 好不好 其实那个朱院长这本书很厚 我觉得你写的超认真 你是真的是 应该是把所有大家常见的都写在里面了 我们一开始是把它想当作Bible在写 就是 Bible 就是脚的圣经 脚的圣经 尽量把它完整的收录这样子 真的很多 对其实你看甚至还有一张在讲夹脚拖鞋的大学问 我岔开一个话题 以一个这个骨科医师对足部这么有研究的医生来说 你觉得你赞成穿夹脚拖鞋吗 夹脚拖鞋当然可以穿啊 就像你要不要涂口红一样啊或者是弄化妆品 其实它适量的使用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你的脚如果很健康 你今天赤脚走路穿夹脚拖 穿高跟鞋 穿运动鞋都是可以 可是如果你长期使用夹脚拖在跑步或者是做长期的动作 可能你的动作模式会改变 那就比较不好一点 哎天哪我发现你还写了一篇叫做夹脚拖穿不住 其实是个大问题啊 是啊 我也觉得我很难穿夹脚拖耶 怎么大家都有办法把它夹住 我就想是不是我的指头太短 夹脚拖在走路的时候 你需要大拇指要在推进的时候 你大拇指要翘起来 嗯 它才不会掉嘛 对 那有些人你这个大拇指提起来 这就提足肌 提足肌 提大拇指肌肩 提足肌肌肩 这个你的强度比较不够 你就会觉得你会丢点掉 甚至你使用过多 它会酸 对 所以这个大部分都不知道 因为你穿鞋子的时候 我们都是 整个是包覆性很好 所以你的大拇指不用特别翘 可是你穿这个拖鞋是要翘的 所以如果我一直穿不住夹脚拖 我有可能是我的某一部分的肌肉有问题 肌力有问题 对 像有些人他们是有一点垂足啊 神经有点受损 有点垂足 它那个夹脚是穿不住的 会掉啊 对 所以真的耶 脚的学问真的好多 难怪可以写这么大一本书 太厉害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书啊 写得好容易看喔 就是呢 你知道有一些医学的书籍 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深 尖深 可是你看这个 你就仿佛觉得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隔壁家的那个 好好先生 就是这一位 好好解释这样 对 正在跟你讲 你的脚这个状况 你要注意喔 它是什么情况 那你应该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读的 我觉得连这种 就是老人家都会非常非常容易看 很多老人家有脚痛的问题 他们都会非常容易读 我觉得这本书超棒 我们尽量写给一般的民众 可以看得懂 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几个常见的迷思 第一个就是 很多人现在会喜欢穿起点鞋 因为会觉得我要减 减轻足底的压力嘛 对对 那气垫鞋是不是一定 就对我们的脚比较健康 其实当然不是 不是吗 为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商业的噱头 还好我们没有所谓的 置入性行销 也没接着相关的这个广告 所以没关系 医生你尽量讲吧 对 如果你的 一般人穿这个气垫鞋 你会觉得比较舒服是没有错 因为一开始穿它是软的 所以你接受这个 很硬的地板的压力是减低的 可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如果你的脚是歪的呢 那因为地板的回馈力道变成说 可能太软 它会会力道不平均 那你可能你会歪的更厉害 比如说这个有很严重的扁平组 或那一番组的话 那你如果穿这个气垫鞋 可能会歪的更厉害 那它产生你对上面的这些硬力 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所以很扁平的人 或是脚很歪的人 尽量不要穿气垫鞋 因为我们的气垫没有办法保证 它做的压力非常的分散或平均 它有时候是会歪的 像我们穿看一些 我本身有在跑马拉松嘛 我看得出来 你今天一进来我就想要问你 你是不是有在跑步 你看起来就是跑步的身形 因为我有在参加体验赛 哇 所以就是整个感觉就很金石 我们对面的制作人 昨天有去跑万金石 你有去跑吗 没有没有 因为你在台中吗 我去冲绳玩这样 你冲绳刚回来吗 对刚回来 昨天晚上刚回来 我们昨天那个 它也有脚痛的问题 它之前那个 它昨天因为跑了7K就白卡了 那可能训练不够 所以它有脚痛的问题 等一下那个可以问医生一下 我们常常在跑步的时候 看到这些前面的跑者 那脚是歪的 是外翻的 是整个是翻出去的 它就踩下去的那一刹那 那气垫如果撑不住 那个你的鞋垫撑不住 你的它会往内掉下来 然后它的这个整个效率会变差 所以气垫鞋穿的可能很舒服 可能不太好 这个也是要看你的脚的情况 我这边又要岔开了 对不起 主持人一直岔开原本的问题 因为你是骨科医生 你又有跑马拉松 你还陷下铁人赛 你知道有很多医生 其实不建议大家跑步 其实 会不会认为说对于膝盖 或是对于脚踝 可能不好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个其实所有的这个论文都显示 人家曾经有那个追踪15年到20年 这种的这种论文 追踪了几千人的这种论文 认为说跑步其实不会伤膝盖 跑步不会伤膝盖 对他追踪说这个后来过了20年 他退化性关节到底有没有产生 结果没有 真的吗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个非常的直觉的想法 可是想法是错的 就是说 如果你的跑步是有在训练肌肉力量 跑的是适当的 而且不是极限跑法 我觉得极限跑法 就是说很多人是真正的运动 专业运动员 那他的训练量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 不是我们想象一般的 至少一个礼拜都要跑 超过一个到两个马拉松距离 大概每个月要跑两百到五百公里 这样 这种都太有点多了 那一般人的这种马拉松训练的话 其实是没有认为显示说 他跟退化性关节有任何的关系 甚至因为你可以减重训练肌肉 然后结果你长期来讲 你的心肺功能 你的糖尿病的机会 高血压的机会 心脏病的机会都减低了 反而是对身体是有相当的好处 OK 对 只是大部分的骨科医师 不介意 不太运动 不太运动 原来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运动 对 你可以看说 他自己不太运动 他跟你讲你不应该运动 这个 你会觉得这个 逻辑上没有说很有原理 而且 大部分的骨科医师 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论文的支持 就是说 我曾经去查过说 跑步 退化性关节 我查不到任何论文的关联性 所以 不然我觉得就是说 要请教一个有运动 尤其是跑步 马拉松习惯的骨科医师 请教他 我到底应该怎么跑 对不对 我觉得这倒是还蛮重要的 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 可以来聊一下 因为其实我发现 现在喜欢跑步的朋友 真的很多 你不见得是跑马拉松 你就算是每天去跑个5K 其实你还是要注意 跑步的方式 穿的鞋子 没错 我们等一下有时间 我们可以来聊一下 那我们刚刚讲到气垫鞋 就是是不是一定有益健康 不一定嘛 对不对 你要看自己的状况 再来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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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炫头鞋子的炫头有分宽窄嘛 穿宽 炫头的鞋 脚 比较舒服 脚就一定会比较舒服 然后也比较好 对还是错 这其实就是不一定的意思 就是说 其实脚的学问比我们想象要多很多 那你说这宽 炫头的鞋子太宽的话 你的脚会在里面做抓的动作 因为你会晃嘛 会晃会滑动 像很多人他们跟我讲说 我脚会痛我是不是只要大一号鞋子 我就大两号鞋子 我大三号好不好 我大三号我的鞋子 我就脚比较不会痛 不会痛啊 小鞋子一直掉下来 错 因为鞋子会动来动去的时候 我们人会做不自主的抓握 对 还有你因为晃的时候 或者重 你的鞋子因为越大越重嘛 你的脚会做一些勾的动作 你会增加你脚趾头的一些 肌腱的压力 疲劳 所以我觉得 适当的鞋子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一定是宽或大 而且大部分人也觉得说 太宽的鞋子很丑啊 你根本就不想穿 就除非有一段时间 刚好有一段时间流行那种 娃娃 就大的娃娃头的鞋子那种 我小时候有流行过一阵子 但所以就是说 不是宽窄 或是大小的问题 其实适不适合脚型的问题 对对对 有时候也是要续下一些支撑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自己以前觉得非常痛苦 就是公园里面有很多那种小石头 就是那种健康步道 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 我以前真的觉得 为什么这些阿姨这么有办法 他们都可以脱了鞋 然后在那个健康步道 小石头健康步道上走来走去 那有空就去脱鞋踩这个健康步道 真的就比较养生比较好吗 其实原始的健康步道 其实是软石 是浮动的软石 就是增加对于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人的地板 都是硬又平的 那你人的脚的设计 原来是用在一些软的东西上面 我们原始的哪有这个硬跟平的地板 没有啊 非洲大草原出来的 我们的祖先都是软的地方 那就有在原始的这个设计说 你有软石它有一些浮动有一些 那这对脚是不错的 可是我们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 可能就是中国医学 就很早期的医学认为说 这个硬这个痛就是好 对啊 所以它把这个石头固定在水泥上 然后让你去用脚踩 让这个过度的刺激 然后我们有一些足底筋膜炎的病 是因为这样造成的 所以千万不要故意去用脚 去踩那硬石头 你造成的发炎 只会让这个足怀科的声音越来越好 所以真的有人走那些小石头 健康步道走到要去看医生 有啊 足底筋膜炎 它就走一走以后 它就足底筋膜炎就发脱了 然后就这样脱脱脱脱脱了 好几个月半年一年两年这样 然后才来看医生 足底筋膜炎最常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最常这个大家都问我这个问题啦 最常说我为什么会足底筋膜炎 为什么是我不是他这样类似 其实你可以想这个几个方向 第一个 你有个年纪了 退化是一个主要因素 还好我没有 第二是 我没有足底筋膜炎 大家不喜欢病人说这个 第二是肥胖 肥胖 对 因为体重重一直压 第三你的动作模式只有走路跟站 长期的走路跟站 这三个都常常合并在一起啊 你就不动嘛 你的筋没有在动 你的肌肉没有在动 所以足底筋膜就容易退化发炎 就变成足底筋膜炎 足底筋膜炎很痛对不对 他的标准的典型的这个症状是 你早上起来一踩下去就很痛 走一走又好了一些 这是他最标准的 可是到后期的时候 有些人会 早上起来走一走好了 然后再走就 就很痛然后就好了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 还是痛 然后再更晚期一点 就是会变成说 有些病人就变成说 你走路就痛走路就痛 所以如果你是觉得说 早上只有早上痛 然后后面走走就不痛 先不要管他 其实不对对不对 你应该要至少要做一些拉筋 一些运动 一些治疗 你不管他 你的生活模式没有改变 人又会慢慢老化 甚至有人还发胖了 那你这个问题 不太容易解决 对 好 然后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回来要继续来聊的 就是很多家长会有的问题 就是孩子的脚跟痛 我刚刚讲 孩子脚跟痛 或是小腿痛 是不是一定是在蹬大人 还是可能有其他的问题 有其他的问题 另外就是很多人都有困扰的 当噶 当噶 假勾炎 有些人说 假勾炎 只要把指甲整个拔掉 就会痊愈了 是这样吗 不是 不是 大家不要再以而传而了 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正确的处理方法 10点32分 欢迎大家回到生活同乐会的元气同乐会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来宾是台中行建骨科诊所的朱家宏 朱院长 刚刚大家在听广播的新闻 这个什么 广告 我们在里面非常认真的在做运动 看直播的朋友已经知道 因为我刚刚很好奇的问了一下院长有关于亚洲蹲这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欧美人没有办法亚洲蹲 其实真的就是跟脚后筋 脚后跟的一个筋有关 我以前没有办法 不太能做 但是因为我这一年有做一些重量训练 好像发现现在可以了 所以其实这一切都是跟你的腿部的肌力训练是有关的 对 就跟你的肌肉力量 跟你的脚筋的长度有关系 好 所以呢 我们有好多朋友都有问题 我们等一下来一个一个回答 其实呢 我们刚刚在讲到就是 孩子脚跟痛 是不是重大人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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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时候是 就是一种生长版发炎的痛 这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大家就想 痛就是生长痛 就是在生长才会痛 那意思是说不生长就不会痛 当然不是这样子 他 我们来举个例子 就是说大概在10岁11岁 就大概5年级的小孩子 他们这一段生有时候就 就是打篮球 或者是跳一直跳 像我们有多遍是 因为跳绳 对 那我们的跟腱 它就连在脚跟上 那脚跟上有一个重要的生长版 就是脚会长大嘛 脚会变大 所以那个生长版 正在快速的一个在发展 就是正在 正在变大 对 它变大它比较脆弱 然后你的脚跟的那个跟腱 连在那上面 一直跳一直跳 所以导致它发炎 哦 所以有点是过度运动 或者是 过度使用 对过度使用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要看一下 不见得都是在生长痛 如果说它正在 它刚好正在长 它可能是急于希望能够长高 去做了一些运动 对或它就喜欢运动啊 它就会产生这问题了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家长要注意一下 另外再来就是 拔掉指甲就会痊愈了吗 刚刚我们有一个朋友说 什么 我竟然被医师骗了 我有一次很严重的拔掉 然后医师就说拔掉就好了 有其中一部分拔掉 可能慢慢慢慢长出来就好了 可是有一部分的人就更糟 而且大概是 我的病人里面 就是很多卷甲的病人 就最后变成Q起来 变卷甲的病人 都是之前拔过指甲 所以其实拔了之后 长出来不见得会 长得比较好 大家这样想象好 我们的指甲 是要盖住这个肉 它基本设计是这样 所以指甲是这样 往下盖住肉 对那你把它拔掉以后 我们的骨头 其实只有到这个 这一半而已 脚趾头骨头也一样 就只到这一半 那你这个 骨头只有在你的甲面的一半的 对对或者再少一点 所以在前半部那边 其实是软的吗 对都软的 都是靠指甲来成型 我们的这个指甲 就是说如果你的指甲拔掉以后 你的这边前面是软的 那你的这个肉会往上挤 那因为你拔掉了嘛 这时候往上挤 那你新的指甲再长出来的时候 会被肉挡住 会卡住 这个肉会让上来 那你挡住 有的人就也没有耐心 因为这指甲从后面长到前面 要长 像脚啦 脚长得比较慢 你要长半年 甚至长八个月 你如果全部拔掉的话 以后之后长出来要半年以上 那它在指甲再往前长的时候 有的人就会痛啊 不舒服啊 我就再剪嘛 那剪剪剪 多剪几次 有肉就会 肉就会这样包起来 对肉就会越来越小 对不对 然后指甲就会变小 对对对 那就长不出来了 那就是卷甲的这个起源 那你卷甲以后旁边会有感染啊 什么就是甲勾炎 我觉得这个真的蛮严重的 因为刚刚有人问说 是不是年纪越大就越容易甲勾炎 其实不是 因为这其实跟你的剪指甲的习惯有关 有关系 像我们家小朋友啊 姐姐跟弟弟都会 小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剥指甲 不然就喜欢咬指甲 对乱剥就会更容易 剥的话 那那个指甲就越来越小 而且我觉得好奇怪 就是我儿子现在三岁半 他有个很大的问题 他只要指甲有一点点 他就要把它剥掉 然后呢 如果那他就会 因为我们不要让他剥 因为他一剥会剥得乱七八糟 那个不成型嘛 对 那他就会说 那你帮我剪 那可是我就告诉他说 不可以剪那么里面 他已经指甲已经剪到肉 就是肉的缩进去 我说这样不行 这样不好 他就会哭 如果你不帮他剪的话 他就用剥的 所以现在就变得说 大家都要帮他剪 爸爸也会剪啊 阿嬷也会剪 那所以呢剪的就越剪越里面 可是这样子我都很担心 他以后其实指甲的 第一个形状不好看 第二个如果是脚的话 很容易甲勾炎 很容易决甲勾炎 对呀 应该是尽量 因为那是一个癖好 在国外 他们咬指甲也是一个癖好 咬得太进去 这个指甲就会 你会变成他很不自然 但是不自然有时候 我们的指头的成型 脚指甲成型 就是跟这指甲的这个片有关系 很多人是旁边剪的太多 又变成三角形 因为这边指甲都已经被你剪了 然后他到前面只好就缩起来 变成一个 尖尖的 我们叫这个就是真正的卷甲 管状甲 就是这个已经比较 那正常指甲当然是平的 然后有一点点趋度 那他就整个缩起来 那你很难看 而且你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那医生你可以告诉大家 正确的剪指甲方法吗 你就是剪前面 只能剪前面 而且要剪平的 不能剪圆的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要照着那个指甲的 那个肉的弯度去剪 那样就会夹勾炎 你可以留一点点 不要勾到东西 因为你如果说纯然的四方形 你会勾到东西 那你可以稍微修掉一点点 可是一定记得 指甲盖住肉的这个原则 所以大概会留个这个白 这指甲这个白色的部分 要留个一两米 对 其实你看那个 如果有看到直播的朋友 就可以看到 我们注意的是他的指甲 就是有一点点留 一点白白 就你的指甲前面 要留一点白白的 你不要剪到就是 刚刚好跟肉粘在一起 那样其实久了是不好的 对 毛病就会多了 那所以就是甲勾炎 如果说已经引发了 那当然看医生嘛 可是不见得 整个拔掉就会好 对不对 我的建议就是尽量不要拔 你就这样想象 你指甲被你拔掉一次 你要六到八个月长出来 你那个时间 你的指肉 真的暴露在这个 没有指甲 好可怕 对 这是一个 其实这是满青十大酷刑 真的是不得已 你才 真的很严重的感染 那你真的 你感染不能控制 你才去考虑拔指甲 突然发现那个满青十大酷刑 里面就有拔指甲 对 因为这个神经很多 很痛啊 太可怕了 好 所以这个是 当嘎是很多人都会有的问题 所以我们特别 这个给大家多一点时间在聊 那还有就是扁平足 因为现在有好多的朋友都有问 那我们现在有一位年龙 这位听众朋友 他就说 他的小孩现在四岁半 被诊断出有扁平足 已经穿了矫正鞋垫 可是还没有改善 容易点倒 那除了鞋垫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 刚好今天院长也想要跟我们聊 小儿扁平足的两大治疗关键期 对不对 对 我们可以顺便一起回答这个问题吗 就是如果你只是穿鞋垫 其实我们认为是没有太大的用处 基本上还是要做运动 就是你要让这个脚的内在肌 内侧的肌肉要常常使用 像小孩子 你要上他家做垫脚肩 抓脚趾头 往内反的那个动作 要多做一点 因为人的原始设计就在大草原上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 每天踩着硬的平的地板上这样走 那你的内侧肌肉就收缩不良 就没有力 你可以叫他单脚站站看 单脚站 然后甚至以两只脚垫脚肩 或单脚站 单脚垫脚肩 都会使我们的脚部肌肉 使用训练比较多 因为他现在只有三四岁 可能他还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做这些训练 然后真的不得已的时候 才会考虑说 比如说手术 或什么其他更积极的治疗 不然基本上 你现在穿着鞋垫 然后做一些训练就够了 对 那扁平足的孩子 适合跑步吗 一样可以跑步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设限 我们不要给他设限 一样可以 对 甚至于你 你跑步你 单脚站的这个过程 或单脚跳的这个过程 就是在训练脚 所以您刚刚就提到 这个治疗关键期 对你就是三四岁以后 你就应该叫他就是要运动 就是要用这个脚的训练 那所谓的两大治疗关键期 另外一个关键期 另外一个关键期 你到了十岁以上 你的脚的这个 足弓的发展就有限了 对因为十岁 我们的足弓大概会成熟 十岁左右 对所以你知道 如果到那十岁以后 你大概只剩下 如果你想要让他不要扁平足 大概只剩下放矫正器手术这样 对只剩下那样子 其他的效果就比较差 就是你只能靠训练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爸爸 他这样子四岁半 已经在做矫正 其实是对的 对你可以知道 对然后叫他做一些矫的训练 就是你不要只是想 靠这个鞋垫来帮忙 你可能也要叫他做运动 做运动 对 那有什么运动可以做 像抓脚趾头垫脚尖 抓脚趾头 就是脚抓地对不对 脚抓地那种感觉 或者是垫脚尖 把脚缩起来 对 就是让你的脚 有办法去 那个肌肉去用力 对 甚至于我讲一个更简单 就是单脚站这样看 你看他单脚站得住站不住 如果因为我们单脚站的时候 这个脚趾要缩成一个 对你一定要有抓地力 对你才站得住 你可以像三四岁小孩 可能有点困难 可以尽量叫他坐一下 如果他做到他单脚站 甚至单脚垫脚件都没问题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这个当然问题就小了 三四岁就要叫他做这个 他可能都还搞不懂脚抓地 他觉得我会走路就很好了 对啊 还有我朋友问说 他从后方看他儿子走路 发现他的重心偏内侧 对 这个就是扁明组的一个 你会觉得他脚跟是歪到外面的 对 然后你从后面看 你从后面看他的脚趾头 可以看到好多只脚趾头 那就表示你的前组 已经摆得太外侧了 那个叫many toes sign 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脚趾头的一个症状 对 看到他是这样歪出去 对 你的重心就会压在这个内侧 压在内侧 对 对 那就是扁明组了 所以怎么改善 也是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对就是先训练 然后你只要垫鞋垫 好的鞋垫垫垫起来 它会缩回来一部分 那有些人就问说 如果说扁明组的孩子 他已经长大了 那还需不需要治疗 他已经长大了 长大了 就可能小时候没有治疗 长大还需要治疗 你长大的治疗 就是说不要让他有症状 就是说他可能还是扁明组 因为他长大了 还是扁明组 可是扁明组会有症状 通常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肌力不足 第二个是僵硬 比如说很多扁明组的人 他们平常都没有什么问题 他觉得他这样活动都很好 还可以 那他跑步跑跑很多的时候 他内侧肌肩就会痛 OK好 所以肌力也好重要 0223-63-9955 就是朋友们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打电话进来 因为有时候 有一些状况 可能医生要再询问 多询问你一下一些状况 才可以比较能够帮大家回答 那如果只是在直播上留言 就怕我们就是 不是很了解 比较详细的情形 那刚刚有人问说 蹲着上厕所 因为其实台湾有很多蹲着厕所 两岸都有 会不会伤膝盖 这个会吗 其实会 因为你 你蹲着的时候 我们的病骨跟骨骨是贴在一起的 那有些人上厕所上的比较久 你可能会便秘或怎么样 所以你这样蹲着 你的病骨跟你的骨骨贴着 一直贴着一贴 你就发炎了 所以尽量不要蹲那么久 不要 上厕所本来就是要有一个时间心 没有啦 我跟你讲 会那时候带着手机进去 一座座三十分钟的都是坐马桶 我现在知道怎么样可以 让我家老爷不要上那么久的厕所 我把我家的马桶打掉 换成蹲饰的 把手机没收这样 手机是没有办法没收啦 但我把它打掉换成蹲饰的 我保证他三分钟就出来 就赶快出来了 无聊 我们有朋友上线 那我们先来接听一通电话好不好 哈啰 你好 你好 请问您是 你好 您是 我是永和来的 我姓季 季小姐 我是Kate的妈妈 是 您好 您好 好久不见 我听你的音 听好久了 一开封我就听到现在 好想打进来 终于打进来了 谢谢你 希望你一切都好 那今天我们朱医师在这边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请教他 是 我要请教的就是说 我新生他就是那个扁平竹 但是我觉得他非常严重 可是呢 他不会痛也不会痛 严重就是说 他那骨头已经突出来了 然后大拇指向右 两个脚都一样 向左向右翻 他就是扁平竹变发了 这个拇指歪翻了 那他可能不会痛 哪里都不会痛 那这样要去开刀动手术吗 不需要 他不会痛 他不需要手术 都不要 对 你就要多做一些脚步的 运动训练就可以了 垫脚就垫脚 垫脚 还有把这个脚手张开来 张开来抓下去 那如果 我买了好多的辅助的器材 他女儿买的 可是他都不用 可是又那个 有没有效果 如果有症状 他会觉得 他穿的这些东西 可能有一些帮助 不舒服 对 那他现在也许 他活动量是不是不太大 有 他每天运动 我们有出去爬山 他自己也在家里运动 但是你讲的那个运动 他没有做 那你就叫他做 你说抓脚 抓脚 垫脚 然后抓脚垫脚 他先做这个 也许他的肌力还不错 再加上体重 也可能也蛮轻的 对对对 他是蛮轻的 蛮瘦长型的这种人 就算有北民主 可能他也没什么症状 那你就不用说 太在意他了 对 只要不会痛都没有关系 是不是 当然当然 那以后会不会严重到 什么情况 就比如说 这个人如果说太胖了 老了太胖了 他会痛 一直站 比如有的人工作 就是要站走路 站走路 那他就容易有症状 那就要提早 最好是提早 做这个预防 所以他那个腐具工作 不穿也OK 是的 是的 因为你他没有症状 你要叫他 做一些额外的事情 他可能不愿意 对 对 还有就是说 因为我在美国 看到他那个 广告上讲说 带这个腐具 每天晚上穿穿穿 每天晚上穿了半年 他就恢复了 是这样子吗 不会不会有这么好的事情 他大概角度会减低一点点 对 可能还是做做运动 对 做做运动可能 那就是做那两个 朱医师你讲那两个运动 对对对 那书本里面其实有写 这样 阿姨谢谢你 阿姨谢谢 也帮我跟那个叔叔问好 你们都要保重 谢谢 谢谢 我们再来接听第二通电话 哈喽 请问你 你是谁 你好 主持人好 那个医生好 我是蓝小姐 蓝小姐你好 你要请教朱医师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国中那个 一年级的小孩 哇塞 你声音听起来好年轻喔 我以为你自己国中一年级 哇塞 年轻的妈妈 你儿子 小孩 小孩国一了是不是 是 那他小时候就好像 不太能那个蹲着上厕所 不太能蹲着上厕所 对那他现在国一了啊 就一直说 他天气的 冷的时候 变化的时候啊 好像脚都会 没办法走路 一拐一拐的 这么年轻耶 他是膝盖痛还是脚痛 他小腿很僵硬 小腿很僵硬 有时候他会说膝盖痛 有时候会说脚痛 但是好像是 整只左半边的小腿 跟大腿都会痛 他这可能是一个 就是中和性的症状啦 就是说通常我们扁平足 通常是左脚比右脚 厉害一点点 通常很多人都这样 因为右脚是惯右脚 所以他使用上比较多 反而他扁平或僵硬的情况 无力扁平僵硬的情况比较少 那左边就比较厉害一点点 你可以看一下他 他可能有点扁平足 然后比较僵硬左脚 那这种人就是说 小腿会变得 也就是刚才讲的肌腱会比较短 所以你要这样 常常做一些前功后腱 深蹲 或者垫脚肩 抓脚指头的动作 综合性的都要做 不然的话他长期来讲 他可能就运动量减低 等他成人以后 他可能就不喜欢活动 整个体态会变得比较差 比较肥胖 或者是活动率整个都不好 那对长期的健康是有影响的 那是不是会有 生长版发炎的状况 如果说他肝症 他如果是小腿痛 膝盖痛脚痛 这种的不像是 生长版发炎的问题 对 脚跟痛比较像 对脚跟痛 尤其是那种 生长版发炎就是过度使用 那大部分都是小学 五年级六年级 对那个生长版正在发炎 像他现在已经国中了 有可能 男生的话可能就 比较慢一点 女生的话就国中的时候 有些生长版有些 稍微已经愈合了 对 好 所以蓝小姐你可能注意一下 要叫他多运动 叫他多做刚刚那个 朱医师说的那些运动 那如果还是有问题 我就建议他应该找一下 竹海科医师看一下 或者对运动医学 比较有 有这个理解的这些医师看一下 对 好 谢谢你 谢谢 好 所以其实刚刚朱医师讲的这些 其实都在你的书里面 对 其实很多 都在书里面 对 自己的脚痛自己就这本书 就是包括 如果说因为扁平说问题 好像真的蛮多的 而且如果小时候没有脚症的话 可能现在国中了 或是高中 然后长大了 其实久了 都会有一些毛病 这里面其实都讲的 非常的详细 那是不是也有讲到一些 实用的逐步保健运动 包括刚刚讲的那些 对 就像书本里面有讲了一些 介绍我们大家都 怎么样做脚的动作 身体的动作 怎么样开始 这样 稍微提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至少要能够操作一下 也许对 这个 你的人生会比较好一点 对 所以除了自己的脚痛自己就之外 其实最重要是希望大家如果在还没有脚痛 各方面的毛病 开始之前 我们做一些正确的运动 或是一些正确的姿势 或是正确的穿 正确的穿鞋的观念 那可以预防这些问题吗 对就是在我们疾病的治疗最好的就是预防 对你等到要搞到要叫我们来帮你开刀的时候 就是比较辛苦一点 对 好 所以朱家宏院长这本自己的脚痛自己救 它就是一本这个兼具预防跟治愈的两个功能的书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那今天非常谢谢院长特别从台中上来 对 现在要再次讲一下哦 院长是台中行建骨科诊所的院长朱家宏 朱医师 中部的朋友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去找他 谢谢院长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